欢迎收看急车志 我是宋师傅 ID4的价格已经正式公布了 去掉最贵和最便宜的那个限量版 那两个是没有什么参考意义的 无论是上汽大众的ID4X 还是一汽大众的ID4X 也都是22-24万的售价 为什么要拿34万的Model Y来比较呢 看上去价格都没有什么可比性 但实际上 特斯拉只是没有放大招 就是哥九 反正他们很快都会是对手的 放心吧 这次就来对比 一汽大众的ID4X和Model Y 上汽那个ID4X和一汽的配置是半斤八两的 我就直接对比一汽的 各位自行参考 我最推荐的ID4X的版本是23.99万 长续航Pro两驱版 特斯拉就没啥选择了 就一个33.99万的双电机版本 先看三大数据 动力431匹 续航594公里 快充1小时 慢充10小时 这是Model Y的三项重要指标 对比ID4的动力204匹 续航550公里 快充30分钟 慢充官方没有给出时间标准 虽然ID4动力弱些是应该的 因为它是单电机 但续航只有550公里 确实比Model Y要少了不少 要知道Model Y的电池容量 比ID4还要少了7.8度电 所以在三大指标上 的确ID4黯然失色 不过没关系 现在ID4还是比Model Y要便宜10万的 电池还更大 如果ID4的电池管理系统有所进步 那么还是值得期待的 颜值方面 这种那么主观的评判 我就不打算深入研究了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我只说一点 就是ID4的设计确实在现如今 电动车与传统车结合 价格在23万区间设计的最好看的款式 当然我知道Taycan设计的也很好看 但那不是人人都买得起的产品吗 ID4无论内饰还是外观 都不失在电动化的前提下 保留了该有的传统细节 不得不说 大众在拿捏中国客户审美标准方面 的确想得更远 当然特斯拉就是另外一种美了 是一种大刀阔斧的简约美 这种简约是见面见智的 如果全部人都能接受的话 保保就不会有 特斯拉的外接仪表盘卖的 风风火火啦 这次虽然ID4拥有更大的电池 但续航依然在550公里 究竟是大宗虚心保守 还是真的就不如大部分竞品的续航呢 这个是我个人最关心的 如果说我们在大部分的地区 特别是北方地区 用ID4日常代步 也可以真实达到550公里 或者只是打个8折左右的水平 那么这个车 真的就能交汇一批国内新能源车企 做人了 甚至革新行业标准 顺带提一下 ID4的热梦空调呢 是需要选装的 要9000元 南方的朋友可能不需要太在乎 但北方的用户 就可要认真考虑了 所以ID4的重点 各位听我说 就是放在它的10跑公里数上 是不是确实可以说到做到 就成了这车 能否造起来的重要考核标准 通过观察不难发现 一新一老两个车企 两个品牌的优点 就是另外一个品牌的缺点 这符合预期也很好地区分的受众 让选择变得容易了不少 所以接下来我只说两位的优点 特斯拉是科技公司 自动驾驶技术在大众之上 自动驾驶技术要完全实现在法律层面上面 最快至少要10年之后 特斯拉在新能源车的品牌价值要高于大众 比特斯拉高的新能源车品牌 可能也只有苹果才有这个殊荣了 特斯拉的电池管理技术要远超大众 其实不只远超大众还远超全世界的新能源车企 这点不用质疑 大众作为老牌的大厂装配技术不必丈量 如果你也能接受特斯拉的异想 门窗对不起下大雨漏水等等 这些弄死强迫症的细节 那倒也不是事 你好狠嘛 大众的CS店随处可见 遍布你身边 特斯拉的售后服务确实还需要时间进步 但也是在进步之中 只不过大众是现成的 也有人会问 ID4也不会烧机油了 售后是不是显得多词一句 我认真地想了想 嗯 你说的对 那不好了 但是活得丰富 死得精彩 全新的MEB平台 电池容量超良心 巴4.8度电 电池用料确实比特斯拉要足 成本就摆在这了 不过ID4的后骨砂也摆在那 无论你喜欢与否 总结来说 大众的全新MEB电动车平台 说不好真的能给国内的其他车企 无论是国产还是合资 都上一刻除了特斯拉 大家其实不必刻意的变成特斯拉的替身 古今中外替身 都难逃一死的命运 那么这个替身的含义 你们自己可以深究 相比于模仿 坚持做自己更难 所以才会有如此多的品牌 模仿也好 致敬也罢 一直往特斯拉的路子上靠 当然也并非全部 国内也有许多优秀的造车新势力 他们有着自己的想法和坚持 只愿他们能在自家销量不太乐观的情况下 能继续坚持下去才好 现实是残酷的 毕竟有人买的 未定是好产品 但没有人买的 一定就不是好产品 商品的交换价值 比使用价值更重要 新能源车也逃不过这个定律 考虑Model Y的朋友 绝大部分不会考虑ID4 喜欢ID4的朋友 也并非都是Model Y的粉丝 这就有点像 安卓和苹果之间的选择了 各有各的好 各有各的选择人群 如果单从价格方面来对比 天知道今年Model Y 会不会降到29万呢 反正我话就放这了 如果不会 大不了我年底再说一遍 我是劝你买一辆车 陪你一辈子的 宋师傅 下个视频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